大家好,我是蚕蚕哥 一人领着两条狗,徒步去耕河 昨天晚上就在收费站的前面录影了一晚 今天的天气非常爽,阴天加刮风 昨天晚上再三考虑 我还是准备进迎川 因为费了这么大的周折 咱不进去看一看,也挺可惜的 巧克力,咱们准备出发了 今天走的也比较晚了 那会儿热土哥过来和我做了一会儿 带过点早餐来 我们吃了点儿聊聊天 现在已经收拾牌 现在就准备出发 这儿睡觉挺清静的 路上没有杂音,但是天上有杂音 一会儿一架飞机,一会儿一架飞机 地上走的是天上飞的 好了,现在咱准备 昨天剪的材货还有这么多 多的不说少的不漏 哎呀,出来出来 今天就不剪材货了 今天不剪材货 好了,出发 走嘞 走嘞 前方收费在 还有一架飞机 这儿的飞机还是返航的 听其声,不剪其飞机 早了今天 快两点了 出来了啊 直走是盈川 左拐是石准山 右拐是青铜峡 101国道 307国道 这边修路里都封了 咱们送立到达盈川地界 省道305的终点 宁东还有47 109还有26 103还有21公里 那意思我离宁夏 市区还有47公里呢 越走人越多了啊 先给他们喝点水吧 刚才天又不好了 这次进来哪儿了 这是啥地方 这儿有个公交站台 快快快 赶紧喝点水沙 挪开这儿 没看见这儿有个公交站台 又到了仍多的地方了啊 嘿嘿嘿 看这庄家 看这庄家 种的好量 齐刷刷的 一拢一拢的 民意步行三公里 你们肯定奇怪 我这是走到哪儿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 但是说我搜了一下 那些所有住的地方都没有停车场 所以我不敢进市区 在这个附近搜了一下 有两个宾馆 它有停车场 能带狗 所以我就来了这儿了 宁川 毕竟是宁夏维族自治州的首府 还比较大 咱就来这儿吧 只要方便了咱就行 进来这块都有公交 有出租车 想出去转的话 把狗狗安排好 想去哪儿转 就能去哪儿转了 它这个红管 应该是交地了 看见庄稼了 两年了没有看见这个庄稼 这是三冲主题公园 我也不知道这到了哪儿了 我现在跟着导航走 我也不知道到了哪儿了 但是这个树 我发现这块 种的全是桑树 这种桑性 这种能吃的 现在好像是不行啊 没熟透啊 馋就是吃这种叶子的 很多很多 这一排种的全是整个是这儿 这种能吃 没熟了 好酸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正 反正这是三冲主题公园 不知道这是什么正 倒下又让我从这边拐 拐我看看哪儿再说啊 我好像走错了 这儿离华尔夜市还有14公里 路行导航开始 从当前为止 14公里 沿星夜路向东南方向出发 我好像走错了 这儿离那儿远了 还在没有走到地方 哇 这可远了 小时候我离华尔夜市 是不是从哪儿过来的 14公里 啊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 我就进盈川 从哪儿过来的 从山西 我总比往那个淮远夜市走的 淮远夜市走的 淮远夜市走也远了 你这些看 我给你这会从这个路一直往上走 一直往别走 一直往别走 这儿离那个淮远夜市远的 还有几十公里 我收了一下是14公里 嗯 对对差不多 走错路了 我这从那条十字路口那儿进来 进来没有没有直走 我倒了一下给倒到这儿了 这是属于哪儿 这不属于西夏市 西夏区 嗯 这也属于西夏区 嗯 对 那淮远夜市不是属于西夏区 嗯 西夏区大的呢 那这才是高到了 盈川市的边儿呀嘛 对 边上 这是西夏区 哎 这是宁 盈川市 西夏区的性经证 等一下红灯 性经证商贸中心 这里面人卖菜的 哇 这还是挺热闹的 挺繁华的 哎呀 我到了哪儿了 等一下可是看见了 我到了电厂了 这多热闹的 这人这么多 在里面八十块钱找了个冰管 有院有冰管也挺好 还有空调 还有空调 这挺好的 咱洗涮洗涮 洗涮洗涮 然后咱们去那个 淮远夜市转一转啊 洗涮 它就在这个冰管里面住了啊 然后我也洗涮了一下 狗哥们放在这儿 挺安全的 早点去那个夜市转一转 早点回来 因为那个夜市离我这儿太远 还有十几公里 早点去转一转 那个热土哥过来了 热土哥就是仿地人 热土哥就是仿地人 让热土哥领上咱去转一转 怀远文旅观光夜市 啥也有啊 这儿才是夜市的 有点夜市的感觉 热土哥转一转啊 来了怀远夜市 哈哈 全是卖吃的 牛肉干 老板有那个鸡蛋关饼没有 有 给我来两个 老板 嗯 今天到了怀远夜市 宁川的怀远夜市了 这是上过中央电子台的牛肉饼 碰见 碰见哥呢 别请我们吃这个 这个也是费路明白 有点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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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热土 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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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香的热土 热土 这茶几茶 你好你好你好 哎 这我吃 叫叔叔 你把你坐到那儿去 干嘛 上几年级 买了又买这个 大门 这个要吃了吃了 这把我给他 这那儿换一个来说 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孩子的人还是很多 这话人更多了 一个是礼拜天了 礼拜六 大学生或周末 大学生或周末 大学生年轻人多 大学生全部在旁边 几十个大学 都在这块 这么晚了还有人排队 排队等 这么晚了还有人排队等 这么晚了还有人排队等 凌川电视台 中央二电视台 中央二电视台 这人称多 无人机 无人机 也能飞无人机 无人机能飞 一虎 能飞 飞 晚上 没看不见给撞电仙人 就麻烦了 其实这夜景拍出来好看 夜景的白天好看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就晚上 哦 这地方 这更能看见 那么扯 啊我们从那过来的 从那过来的 啊 这下面啥也看不见了 人几人 人几人 啊 啊 你看还是这个地方 那是标盘滑的 啊 数据线 手机贴刚化 这人还是多的 嗯 啊 啊 手机 数据线 手机贴刚化 手机贴刚化 嗯 哎呦 你看那颗要的 不要给你了 你盘我盘 没什么 这 都让你拿上来 没事没事咱 你拍 手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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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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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你进去坐一会儿 明天再 明天再 啊明天再 站上去都十四五公里了嘛 啊 啊 啊 好好嘞好嘞 慢点啊啊 啊 有水没有了 没水了 喝水 哇喝水 不知道啥也不是 没得了 没得了 不见了 嗯哼 不是 不是 没得了 不是 不是 嗯 嗯 满肚子了 满腿也不吃了 你了 吃啥啊 你了 别抢 别抢 胃财了 到底啥也不吃 满肢肉 满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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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煮上煮鸡片 哎呀 今天到 到 迎川市 西夏区的 一个正里面了 去夜市今天晚上转转转 我住的这个地方 离那个 离那个 夜市远了 还有十几公里 为啥我住到这儿呢 因为这地方能放狗 正好在夜市碰见 碰见那个鸽了 还是关注了一年多了 今天去那儿碰我了 正好就碰见了 我们吃了点饭 坐着坐 这会儿把我送回来 现在不早了 十一点多了 十一点半了 把我洗酸洗酸 钱就不多 不要邀请人家 环境好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封一下到这儿了 明天再见 祝大家做个好梦 拜拜